隨著日銀在2024年 將要調整超寬鬆政策立場的預期升溫 一些投資機會也跟著浮現了 美國的財經媒體蓬勃 最近就整理出2024年 亞洲六大投資建議 其中兩項就跟日銀有關 我們先看一下建議買進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日元了 雖然市場原本也預期日元今年會走升 結果反而是重貶 但是他們相信2024年 情況將會有所不同 日銀總有一天就會被破結束 負利率的政策 為日元帶來升值的動能 除此之外 經理人也推薦買進了印度的股票 還有印尼的銀行 以及金屬生產類股 印度的股票方面看好的理由 是企業的獲利成長強勁 再加上總理莫迪渴望連任 而至於印尼的銀行 還有金屬類股 則分別擁有了流動性充足 還有綠色能源崛起的利多 而至於在可以放空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日本的債券 理由是日銀不管是停止實施負利率 或者是進一步鬆綁了殖利率曲線控制政策 都會帶動債券的殖利率上漲 那跟殖利率走勢相反的債券價格 就會因此下跌了 那另外一個則是中國的房地產 還有銀行類股 看空的原因就是中國的房市 應該還會繼續的低迷 銀行可能會繼續被迫向房地產業者伸出援手 那除了這兩個標的之外呢 俗稱垃圾債的高收益債券 也在建議放空的名單當中 我們觀察一下目前各大機構的經濟預測 2024年美國的經濟成長 很可能會不如今年 歐元區的成長預料會維持低迷 只有亞洲的經濟體 普遍預期將會加速成長 為亞洲進一步增添了投資的魅力了 那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的預測呢 台灣在2024年的GDP成長率 預估會來到了3% 比今年翻了將近三倍 那其他國家方面呢 南韓的成長率 渴望上升0.8個百分點 來到了2.2% 而新加坡的成長速度 也可能會加速一倍以上 它的成長率會來到了2.1% 至於南亞大國印度 在2024年的成長率呢 可能會跟今年一樣 維持在6.3%的高水準 而越南的成長率 預估將會上升到 逼近6% 來到了5.8% 那印尼預料會維持在 5%的成長速度 不過也不是所有的亞洲國家 在2024年的經濟成長都會改善 像是中國受到了防市危機 還有消費疲弱的影響 2024年的成長率 可能就會跌破5% 來到了4.6% 那香港的成長率 預估會大幅放緩到3%以下 來到了2.9% 除此之外呢 日本的成長率 預估也會直接砍板 降到1% 中日兩大經濟體 將會成為2024年 亞洲經濟加速成長的最大例外